聽聽說的嘉賓會分享一些很輕盈的工具 就可以幫助你們利用資訊科技提升 或者幫助你的生意營銷上有效率做事 我們都會說有很多AI的工具 可以幫助你去做一些檢測的事 這些檢測要來做甚麼呢 就是它可以快速幫助我們做到一些數據的分析 因為它的檢測已經幫你做了一些檢測 例如人們對你的品牌的聲量討論 即是我們叫做噪音 究竟是負責還是負責 甚至我們如果做市場來計算 我們想快速下載一些檢測的數據回來做報告的話 這些工具就可以很快地幫助你做的 有一個核心觀點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跟很多不同的企業 或者是各人各業的朋友來分享 就是我們到底是去擁抱一個未成熟的創新 還是去懷疑它 還是我們作為一個消費者 或者作為一個應用者 反正就是AI不會替代你 但是一個用AI的人 它一定會替代你 所以我們有三個方案內容或者類別 我們可以在這個計劃裏面 就可以走過去去支助大家 第一就是一個電子支付系統 以及電面銷售 希望大家做生意更加方便 第二就是在線上推廣 可以在網上做一些宣傳推廣 第三就是一些客戶管理 以及一些優惠系統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當然就是 當然就是 其實大家現在 數碼主義 已經有很多選擇 讓大家可以應用到的方案 亦都比以往的費用 或者比以往的費用 或者比以往是低很多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們政府裏面有資助的時候 看看大家如何利用 我的提示是很明確的 剛才就是講到 為什麼叫流量呢 我們200倍香港人口的中國市場 大家一定要重視 流量其實就是等於錢 就是我們的客戶所在 大家一定要關注 不懂得在上面做生意不要緊 先拆一拆個主要示範 我覺得Digital Trong 應該是未來 5至10年的一個大元出生的地方 所以你再說 好 好 好